中广论坛 各位中广论坛的好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台北市议员许草新 那么呢 今天的新闻呢 大家主要都是在 讨论这个高雄的代理市长 还有国民党 接下来呢高雄市长 补选的推派人选 哇 其实因为 国民党之前 做的民调啊 大多都是不是非常确定 结果是怎么样啊 所以我想也没有特别 在之前就去安排这个人选 因为呢 也不能去怪党中央 就是说如果在罢免的活动之前呢 那我们就已经安排了 后续的这个人选的话 那似乎对韩市长也不是很尊重 而且好像一副就是说 觉得不看好你这样子 可能又会引起其他的政治争议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 我是比较谅解国民党中央说 这个现在才开始思考 补选人选这件事情 那大家都会问说 哇 补选要谁去选呢 第一种选项是所谓的大咖 什么朱立伦啊 什么黄建廷啊 这些比较知名的政治人物 那第二类的呢 是在地的年轻 比较年轻一辈的 那年轻人让他们在地方去圣根 也就是虽然说这一次没有办法选上 但是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 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啦 那如果说第三种选项的话呢 可能就是跟民众党来合作 也有人提出说要跟民众党合作 这样子一个声音 所以不晓得呢 大家觉得三种选项里面的 哪一种 不晓得大家觉得三种选项里面 哪一种是你认为 国民党应该要去做的呢 这个问题也抛给大家 那如果问我的话 我会选的是选项二 就是说让比较年轻在地方的 政治人物呢 继续的去生根 来说点理由给大家听 这三个选项里面 为什么我认为应该是 现在党中央的这种做法 是不错的 是给比较年轻在地的 去选高雄市的补选 第一个 好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先从大咖 这件事情来看 为什么不是推派 所谓的大咖呢 因为如果你要推派 这些大咖的话 你会发现 第一他们户籍呢 都不在高雄 所以如果你户籍不在高雄的话 是没有办法去选的哦 那唯一一种解方式 你要韩市长 先去提这个罢免无效之数 而且提的还不够 因为如果你只是提罢免无效之数的话呢 很容易的状况就是说 他们因为要 法院要审理嘛 那就拖过了 今年的12月25号 也就是说超过任期的一半了 那这样子呢 这个现在的这个代理市长 就会一路代理到 两年以后 就会整个整个代理完毕 所以这种做法呢 民意的压力又会再一次到韩市长的身上 而且呢 你又提又测 他如果只是作为一个战术性的考量的话 难免又可能还会再激怒 我们的高雄市民 所以你今天就算去派大咖去选 也未必就是有胜算的 而且大家也未必想要这些大咖 来当他们的高雄市长啊 所以说 这个第一个 大家一开始的讨论 就什么千户级啊 这些的我都认为是假议题 我都认为是假议题 那 所以说这个 第一个大咖的状况是这样子啦 是假议题啦 因为你这样子去做的话 很麻烦 好 那第二个呢 是我比较认可的选项 就是说派 在地的年轻朋友 然后去选 那也有人问说 这个李明玄能不能参选 应该不行 因为选市长的话 应该是有年龄限制 要30岁以上 那 明玄应该年纪还比我再小 隔一两岁吧 因为像 我今年也才30岁而已 所以如果比我小的话 应该就是不能选的 我也是今年才30岁 所以呢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在地的年轻人 在地的年轻人 要怎么锁定 对国民党的收益 是最高的 然后对市民朋友 也是能够接受 达到双赢的局面呢 这个也给大家分析一下 最好的做法是 可以联动下一次的选举 所以 最好的第一选项是 可以联动到高雄市长 下一届的选举 就是我现在推出 参加高雄市 补选的这一个人呢 下一次就是要代表 国民党参选高雄市长的人 所以等于是 他从现在开始 补选虽然可能未必会赢 但是呢 接下来他可以再有两年的时间 去耕耘 然后直接代表国民党去参选 好 那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哈 可是就算是这样子 他们也觉得 没有什么 呃太大的 对 没有什么太大的动机 会引起 大家有意愿来报名 参加这样的一个补选 好 大家的意愿可能还是不够低 因为他们会觉得 呃两年以后的高雄市长选举 并不是真的很好选 那选项二 选项二是 培养下一次要选立委的人 也就是在2024年有机会 有打算要选立委的人 我就让你现在来参加 这一次的高雄市长补选 替你累积知名度 然后呢 深耕 然后让更多人认识你 你在地方上面所做的这些服务 也可以更被大家看到 所以民众他就不会觉得说 今天你来选不选 你只是要交差了事 或者是说 你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要跟随地方 那也可以平息很多高雄市民的这个怒火 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双赢的 好 我再讲一次 就是国民党提出在地较为年轻的人选 年龄呢 从30岁到50岁 这段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好 甚至如果你是55岁 但是你给人的感觉 也是比较年轻的4050岁的话 也OK 所以我觉得这个年纪 有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看 他实际的年龄 我觉得是看大家对他的感受是几岁 这种这样子去判断比较准啦 那最优的是 可以去联动下一次的市长选举 那次加的是 可以去联动下一次的立委选举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应该可以做一件事情 在这边直接提出来 就是如果今天要推出我们征询的这个补选人选 他是有能力去代表国民党选下一届的市长的 或是下一届的立委的 他愿意接受这一次的挑战去参与补选 那我们下一次 就我们要把这个高雄定为征召区 下一次的市长或是立委 他就不需要再参加初选了 我们直接用征召的方式提名他 因为我认为你要为党打仗 那你要吸引 就是你不能把我们的这些党员同志 然后这些从政者都当成是工具 就是我叫你选你就过来选 你是同时要要求我们的这些战将去选 但是你要提供制度性的诱因 你要提供制度性的诱因 让他知道 让他更有参战的决心跟意愿 他这个选战他才会打得更漂亮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很多事情上 是要找的其实是双赢 所以这种是三赢的局面 可以分析给大家听 第一个 对我们征询他愿意来参加补选的人来说 不管他未来是要去选市长 或者是他要选立委 他都有很大的一个诱因跟动机 就是他未来不需要再额外参加初选了 这可以省掉很大的一笔钱 而这笔钱就可以拿来作为他 平常日常在地方上面经营的经费 因为如果你要人家来选 然后选举过程当中要花钱 花完钱之后经营地方 生根也要花钱跟时间跟他的心力 然后接下来他面对市长补选跟立委补选 那时候国民党假设说情况已经变比较好 说又有这么多人要跟他争取 他又另外投注资源 那他为什么要在现在就先来参加这个补选呢 所以呢我觉得在制度性上面 国民党应该要给他们一个诱因是 如果你愿意来参加这场补选 而你是我们征询的人选 那以后高雄我划定为我们的征召区 那这个人呢 他就可以直接提名高雄市长的 这个2022的候选人 或者是说直接提名2024的立委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认为国民党可以提供这样的诱因 好那对国民党有什么好处 就是这样子可以让国民党更能够容易找到 有意愿跟能力的人选 因为你会看到国民党现在征询了很多人 因为大家觉得不会赢 所以都没有意愿 这个不能怪他们 因为你要叫战士去打一场没有把握的仗 其实本身就是有难度 因为他们并不是跟你签约是士兵 他有他自己的自主选择权 你还是要尊重他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党内的制度性的诱因 让他们觉得说 对我参加这场补选 虽然这场补选可能不一定会赢 但是这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放眼两年跟四年以后 我长期的投资对我个人而言是有收益的 所以国民党就可以用这样的诱因 找到更适合更强的人选 在地方上面去耕耘 而且因为我们也常讲说 国民党都一直找这个所谓的空降的人去高雄 或者是说好像都不培养年轻人 可是或者是说有时候也会怪罪说 年轻人怎么都不到地方升格 你看民进党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民进党的做法 我可以说给大家听 民进党的做法是怎么样的 我就举连江 马祖那边为例子 他们上一次的立委候选人叫做李问 那李问他没有选上 因为马祖基本上 绿营的人很难选上 那他没有选上 他就希望可以在地生根根云 但是民进党并没有放他一个人 就在那边生根根云 民进党是在 马祖建立了县党部 然后让他去担任县党部的主委 所以单位头衔有给 资源有给 所以他就用民进党的县党部的主委的名义 在地方上面去经营 然后现在他好像要进到 我最近看网路 他要进到要开始去再选连任 就是要选那个他们的县党部的主委 这样的连任 所以所谓你希望年轻人去地方深蹲 然后深根 在地经营 你要提出一个制度 然后你要提出一些条件 你要提出一些帮忙 年轻人才可以去 不然你就想一个年轻人 他假如说他是30岁 他有意从事公共书 他是在地人 只有你叫他在那边四年耕耘 没有任何工作 四年赚不到任何一毛钱 然后呢 那他怎么照顾他的家人 就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生活上的这个处境嘛 所以你不可能让对方在高雄耕耘 但是四年是失业的状态 你四年失业的状态 你下一次要参选 要争取初选通过也很难啊 别人会质疑说你四年都在干嘛 那你其实你都没有工作 你也没有资源 你更难去拥有你的一片天地嘛 所以国民党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是用这样子制度性的方式 去鼓励年轻的人在高雄耕耘 好 那三营的第三个是谁 是高雄市民 就是高雄市民经过这一次的事件之后 他对国民党的看法可能会是比较负面的 那怎么样扭转 让他们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知道说 国民党这次 派的人不是空降的 然后是在地的年轻的 而且他是有系统性 有规划的 是放眼未来 长期在高雄的公共领域上面 他愿意跟大家站在一起的 所以也可以让市民觉得 国民党面对这个补选 并不是随便丢一个人来 只是要便宜行事 只是要堂塞大家 而是说真的这个人选 是未来长期会对高雄有帮助的 所以其实如果透过这样的制度性的方式 去把年轻人 国民党跟高雄市民 串联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而这样子的安排 就算是选输了 我觉得也没有人会去责怪国民党 因为其实你做的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投资 就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不能很短 是尽力的只看一次性的选举 因为每一次的时空背景和环境不一样 但是你要了解到 你在这个时间点上所做的策略 就算现在看不到成效 但是不是在几年以后 是可以看得到成效 而这个论述是可以说服大家的 如果有一个完整的论述 让大家看得到愿景 而且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对的 那我觉得大家也不太会计较说 这次的补选几票几票 就我们也大家没有这么现实 所以提出一个看法是 我认为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是最好的 好 那我现在要讲第三种看法哟 第三种看法是 是不是要蓝白合作 跟民众党来合作呢 我看到现在最近有蛮多人在讨论这个议题 那我自己身为台北市议员 跟柯文哲 然后包括民众党他们的互动 相较于其他县市也一定是比较多的 那我的看法是比较否定一点 就是我比较不太认同说 去跟民众党合作 我认为跟民众党如果在议题上面 有同样的想法合作议题的话是OK的 因为民众党跟国民党 我们都是属于在野党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政策 是监督执政党的 那就不需要特别再去分党派 不需要说因为你是民众党 我故意要跟你不一样 就在野党之间团结在一起 去对抗执政党 我觉得是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 正常现象 本来就是合纵联合嘛 所以同样立场 大家要一起监督执政党的部分 那当然是可以一起来做 比方说现在最近有所谓健保 那个健保的衣材上限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看蛮多朋友在关心的 像在这个议题上面要去监督民进党 我觉得就不需要分什么国民党跟民众党 就只要你的意见跟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都可以联合在一起 因为这样子的话力量才大 我们去监督执政党才有效 才能发挥在野党应该所做的角色跟功能 所以议题上面呢 我完全完全不反对 跟任何一个政党合作 这个也不是针对民众党 如果今天时代力量 他在某一些议题上面 他们愿意放下这个小绿 然后呢愿意去监督执政党的话 只要愿意去监督执政党 愿意监督民进党 我们都是乐观其成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补选 那为什么我认为补选的人选上面 不应该合作呢 好我就讲一个观念好了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预期未来 长远的未来 比如说四年或六年的时间 民众党他有机会并入国民党 或是国民党并入民众党 那这代表我们有共同的未来跟目标 长期的 好我们就是要往这方向前进 那我不反对在补选的人选上面 做政治性的合作 可是事实上我刚刚讲了 你就会知道这是很荒谬 不可能的 国民党不可能并入民众党 民众党更不可能并入国民党 所以呢有些时候 做朋友比做敌人还要难 做朋友比做敌人还要难 因为朋友之间有信任的问题 有合作方式的问题 那一旦破裂了之后 这个撕破脸以后会比敌人还要难看 我们可以看看民进党跟柯文哲的关系 其实现在就是如此 他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后来朋友做不成 翻脸以后的这个仇恨 其实民进党恨柯文哲 比民进党恨韩国瑜还要更多 这是就我长期的一个观察 所以说想要做 如果想要做能够合作的盟友跟伙伴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距离跟美感 你们如果一直连在一起 连到就是已经 就是已经 我们用男女朋友来讲好了 假设说已经交往了 那你交往以后分手 可能就做不成朋友了 可是如果你们始终都没有交往 都是很好的朋友 有达以上 恋人未满 这样一个身份的话 那就算彼此最后都有了不同的想法 然后走上人生不同的路 你们一辈子还可以是朋友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把民众党列为有党 假设有些人是这样子列了 假设是这样 那不等于说我们真的是 在政治人选上面 要真的完全合并在一起 再加上其实民众党 有很多民众党他自己的问题 这是国民党所不了解的 国民党国民党自己的问题 民众党也不了解 两个完全彼此不了解 不真的了解对方的政党 在一个选举上面要合作 本身就很困难 所以唯一的解方是什么呢 唯一的解方就是 国民党今天如果提一个人选 民众党他没有提人选 而民众党他自己主动的认为 国民党提的人选 是优于民进党的 那我们非常欢迎民众党来支持我们 再来就是如果国民党没有提人选 当然我觉得会提啦 我日子是举例 而民众党提了一个人选 我们认为民众党的人选 是比民进党的人选来得好的 那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去支持民众党的人选 但是这都是在大家各自去做决定的状况下面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去协调 瞧出一个人 大家就是自由 你有觉得在高雄选很适合的人 那你就提 我有我就提 我们彼此不要去为难对方 就是不去欠对方这个人情 而是按照你自己的自由意志 跟你的选择 自主的去判断你觉得这个人好不好 那如果说我们三个都提了 民进党提了 民众党提了 国民党提了 那我们就各自针对议题上面去做表态 而这个表态呢 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你是民众党 或是我是国民党 因为党派的不同而互相厮杀 而是你就真的就 你认为对的事情 你就说它是对的 你认为不对的事情 就是不对的 就跟民众党之间 我们不需要采用政治攻防 那样子的一个角度跟态度 这个就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合作了 所以我真的要一再的强调 当朋友其实比敌人还要难 当朋友 政党之间当朋友会有票源重叠的问题 最后在争抢的时候所引发的那个争议 往往会比敌人还要大 像国民党跟民进党 大家觉得说是两个敌对的政党 那我跟你的支持者本来就不一样 我们只抢中间这一小块 但你不会抢到我的基本派 所以虽然我们在很多的政治的擂台上面 我们的想法不同 会有很多激烈的辩论 但是其实实际上面 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不一样 所以呢 反而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跟仇恨 但是如果是两个要合作的朋友 合作在一起了 好一开始很好 可是后来发现对方在挖你的墙角 你也要去挖对方墙角 这个时候 互抢对方的票源 撕裂的恨意 往往会比原本就是敌人还要更大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跟民众党有合作 不管你说议题上的还是未来长期性的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不可以 在这种政治的议题上面共推人选 做到最起码的我们之间的 保持一个美感跟距离 这样子的做法才能让两党之间 能够真正在议题上面合作 一起强而有力的去监督民进党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6月6号以后的日子 其实我们国民党只要心心念念的去想着 民进党有哪里在执政上面有缺失 我们应该好好去监督它 就往那个方面去就对了 因为6月6号的事情 第一个已经落幕了 第二个韩市长他表明的非常清楚 他没有要提选举无效之数 然后呢他也是希望他可以先去 沉浅跟休息 那我觉得国民党来说 等同于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 我们应该要向前看 不管是说在地经营的 这个接下来的补选的人选的深耕 又或者是对于民进党 现在施政的问题的监督 我觉得都是国民党 现在要重新站起来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种政治性的议题 其实讲的越少 对民众来说是越好的 所以如果一直有很多 什么蓝白合作这样子的议题 其实民众的观感 并不一定会很好 他会觉得国民党现在状况不好 就想着要跟别人合作 然后都是玩一些政治议题上面的操作 或许其实反而对国民党 并没有加到太多的分 所以我觉得是议题取向的 我们应该去拉出 最近的几个政治性的议题 那可以了解看看民众党 他对这件事情 有没有同样的看法 大家采用分进合集的方式 但是我们在真正面临到选举的时候 我们还是应该 就你是你 我是我 那我们不见得说 对对方的人选 要采取攻击的态度 但是不去干涉别人的提名 也不去干涉别人 他政党的这个操作的策略 我就会保持一个美感 才是大家真正可以一起去 对抗执政党的最好的方式 我们先进一段狗告 待会儿回来继续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